回到台湾顾问团 那么接下来这个时段 我们带大家也是关注 全国都在讨论的 到底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 对于台湾未来经济发展 经贸发展是利还是弊 到现在还吵不清楚 因为呢 这个赞成的一方 当然就是我们马政府这方 把这个服务协议给签了下来之后 哇 台湾未来经济困境 才能够突破 但是呢 反对这方总认为说 你之前没有 你没有沟通 现在要有立法院 硬是要帮你通过 真的是黑箱作业 所以也无法接受 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往往中史民调 在今天做的这份民调 要告诉大家 那么请 我们的两位大党的主席 也就是马英九 国民党的主席马英九 以及民进党主席苏仁昌先生 两位党主席 来就服务协议做辩论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够 把真理越辩越明 这份民调很简单 四个题目而已 首先告诉大家 你知不知道这个 要签服务协议的事情 显然不知道的不少 四乘三不知道 知道的有56.9% 好 接下来赶快问问说 那你对服务协议内容 完不完整的了解呢 结果呢 我们告诉大家 不太了解还真是不少 大概有七乘五之多 都不太了解 这表示要好好的 再进一步的来 做说明和沟通 不过重点来了 那么接下来 你要不要支持这个服务协议 我们告诉大家 这里头有四乘四点五的人 是不支持的 三十一点一是支持的 支持的比例 在这里呢 不相 是有点小距离 那该怎么办 辩论吗 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问题 就问到说 那赞不赞成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 跟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就这个两岸签署的 这个服务协议 进行公开的辩论 我们告诉大家 在这里呢 百分之六十二点七 是赞成的 将近六成三的 受访民众是赞成的 那其中这里 好玩数字在这了 其中赞成的比例当中 蓝军的支持者 六成九点九认为 应该要来参与 这个辩论就是七成啦 那么在民进党支持者 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三 也赞成一定要来辩论 首先我们请到金兰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辩论能够解决 服务协议的争议 应该是不能 不能喔 但是你看大家 蓝绿都觉得 变一变好了 是 这里比较诡异的是 七成二点三的是 认为民进党开要辩论 可是这个新闻 这个消息出来 第一时间民进党 是觉得不需要 对 昨天到今天中午之前 通通是觉得不应该碰 所以有一个转变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转变 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拿一个例子 就是ACFA的例子 那个时候是2010年 3月24号 那时候中国时报 也做了一个民调 也有大概六成七 觉得应该要辩论 那一次的辩论 其实有几个选项 就认为蔡英文 应该跟吴敦一 苏贞昌也是 那就是有一个不多 谁跟谁辩论的一个选项 排列组合 但是最后是确定了 是马英九跟蔡英文 那在4月25号 也就是一个月后 就会敲定 所以我认为这个 现在看起来 因为马英九第一时间 也答应了 那苏贞昌后来也答应了 所以是不是也会在一个月后 我相信应该会在一个月后 然后促成这个辩论 那时候的辩论是 蔡英文跟马英九 蔡英文本来信心十足 结果后来的辩论结果 是比较让大家失望的 就差了大概12个 那个历次的民调 都大概差个十几个百分点 这个状况 那我要说的是 其实那个时候 后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还是一样要签 民党还是一样反对了 那就是ECFA之后 辩论之后 那今天这个问题也是 这个已经签了 对不对 那他一定要执行 那民党在这边要反对 那他还是会反对 也就是你刚刚在问 是不是能够解决争议 可能不能解决 但是回到你刚刚前面一张 来 这里面再往前 你刚刚讲不知道的这个部分 来 好 不知道在这 这边有不知道的人 43.1% 就是不知道签协议 对 但是内容更不知道 对 更不知道 那前面已经有这么多人不知道 那里面的内容将近七成五不知道 就到底什么外国 服务是什么外国 是吃的那个质感冒的服务吗 不是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辩论 看清楚到底是在吵什么东西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不管是好民意 不管是徐立林 不管是谁 民间团体已经出来抗议过了 然后美法相关的都出来抗议过 所以已经吵过了 在七月底还上过街头 那现在要回来办理正事 办理正事就是说 那这个东西倒也不能割太久 它会自然成型 一个月以后 它就自然成型 所以必须要去解决 但是今天吊诡是 民党今天在做的是 是他跟所有台湾社会人讲说 他们过去八年 做了哪些事情 他在开了一个会 他不是在做这个正事 不是在关注这个 不是关注未来 这个有所谓的先后缓急 但是最重要的是 应该是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反而是谁 是中共时报在这边促成 那我要讲的是 APPA那时候也是 中共时报第一时间 做了一个民调 后来一个月以后就成型了 今天看到这个状况 恐怕一个月以后也会变 变会让大家比较清楚 到底服貌是什么 但是那个结果 可能大家要 要有一点问号 就是说会反对的 还是会反对 会要签 已经签下去 要执行的还是会执行 但是大家会比较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把这个东西 内容打开给大家看 好 说以APPA的一个经验 变完论完之后 会改变大家的一个支持度吗 目前不清楚 但是接下来就赶快请试诚 来看好 试诚 我们刚刚看到说 昨天的这个 其实在今天中午之前 其实在这个新闻 我们知道今天的新闻出来说 当然昨天都会访问一些相关人等 国民党的部分 总统府是非常欢迎 国民党看到吴玉生 蔡振元也是认为应该变 虽然陈确胜认为不用 但是民进党第一时间 党中央是反对的 小英办公室也不主张 只有高志鹏主张 那今天讲话最新的 哇 苏貞昌说了 我只怕马总统不敢变呢 是啊 因为我觉得苏贞昌 我觉得苏贞他们当初第一时间反应 我觉得让我非常压抑 因为我们都知道 虽然苏贞昌现在当民进党党主席 可是根据我们一大堆的民调 明年公共2016的总统大选 目前最看好度的可不是苏主席 可是蔡前主席 所以他如果不趁这个机会 跟马总统好好的变一变 他怎么样去夺取这个大位 不要拿下这个大位 我们知道国民党跟民党 对于所谓的服贸协议 他们认为有的改变 有的不改变 我跟你讲 国朱最近我们的情势就是说 这个服贸协议 有的绿营协者是说 为什么服贸协议 这个大家都不了解 为什么国民党故意让大家不了解 所以包括洪仲秋案子 为什么吵这么大 为什么还有李真理的小孩是谁的 甚至包括营养 都是因为要转移焦点 你知道吧 最近很多学者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声音说 因为要转移焦点 所以让服贸托托摸摸 让他过去 所以大家越不了解越好 让他过就对了 算了 所以为了转移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认为国民党就应该正面迎战 正面迎战 就要变就大家变 虽然国朱 我认为要依照国内的来举行事 就跟我们自己这个 中史所做的民调一样 这个国民党有64% 国民党支持者 64%的赞成 但是民党支持者 70%的反对 还是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国民党是执政党 如果你要让人民信赖 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人民是有利的 因为现在各自解读 大家不晓得刚刚进来讲 好像是个感冒糖浆 什么是服贸 还有后面的商品贸易协议的谈判 这个东西都要正面迎战 如果只是让大家去猜测 然后又各归蓝绿的话 我觉得这个争议是没完没了的 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贸易协议 对台湾以后签订FTA 各方面经济的活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谢谢时辰 所以在这里第一时间 民进党是不诞成正面迎战的 但是马总统这边倒是觉得非常欢迎 但是今天我们刚刚也已经看到了 既然苏贞昌主席说到 只怕马总统不敢而已 因为他认为整体事件 整个事情就是黑箱作业 如果现在要来辩论 会不会坏了 马总统当初要黑箱作业 要早早让他给通过的心意 好 显然现在看来两位当事者被点名的 马英九以及苏贞昌两位主席 都有意愿要变 再来呢 我们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讨论